国三生骑车双载还没戴安全帽 当时经过派出所前被拦了下来 也被警方开单扣车 没有想到其中一名国中生不高兴 跑到便利商店买鸡蛋 两个小时后回来回到派出所前 拿鸡蛋猛砸 当场被远警冲出来逮捕 依照设委法送办 按下自动门接着走几步拉开距离 手一抬对着派出所用力砸鸡蛋 一次两次三次右手丢完换左手 砸完之后警方也不是好惹的 马上冲出来 到底什么事气到要淡洗派出所 原来两个小时前国三生骑车 载着同班同学 经过台北市万华区派出所前 当时远警正好出勤 一出派出所就看到两人没戴安全帽 到底谁给的勇气 没戴安全帽还大啦啦骑车经过 一查发现居然是无照驾驶 当场开单扣车 没想到事情还没结束 因为不满同学跑去便利商店买鸡蛋 两个小时后和国三生一起回到派出所 一个借故把原警支开 另一个直接开砸 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一款 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做后续的处置 依照设委法规定最高开罚一万两千元 没戴安全帽无照驾驶 加上淡洗派出所 不只吞罚单更要备送办 记者梁紫月班马旺家台北财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hey